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先來用熱情的掌聲 歡迎來自新北市巴黎的慈濟一家人 同名吉 師兄 рав mine todos 感謝同志兄 還有大家的師姐 林立青師姐 安明好 還有全球大愛的觀眾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請你們來 我們的葉美慧之節 感恩 阿咪師兄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大家好 感恩三位來 我常常會說 人生親手大舞台 哭出笑話都公開 今天先把孫兄撈開 怎麼說 師兄看起來真的是一表人才 真壯債 不過 兩個人的婚姻起點 並不是幸福的起點 孫兄 本對是說 帶個好母日子好過 孫子也是說 家庭的好人 老老實實 平平淡淡就好 哪知道結婚幾年後 師兄突然跟他講 我在外面 已經早就跟人生一個了 晴天霹靂啊 不能這樣 後來師兄為了希望可以透過他的雙手做生 你賺多錢 輸這個又好是自己 但是經商不利 一直都負在雷雷 師姐 苦啊 想知道後來師姐如何轉念 反而感恩師兄成為他進慈祭的墊腳石 然後在母雞的接引之下 兩個人走上了慈祭的菩薩道 今天就來看看這個家庭 由苦轉樂 師兄由迷轉物的故事 師姐 這麼長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環保障新花鄉 只要是沒有勤務 能夠趕得上新花鄉就會過去 清晨不到五點 林立青已經來到巴黎環保站 準備參加與禁絲經社連線的城堅說法 只要不是在外地出勤務 他都不會錯過這個心靈的約會 因為正言法師的法是他的心靈良藥 曾在兩千年時幫助他走出先生負債 所帶來的憂鬱和痛苦 我師兄一陣子就會捅出一個樓子出來 那你數也數不清啊 過了一些時候你就會擔憂 不知道又出什麼事情 就常常會有讓我們心沒辦法安心 聽到善人的開示才知道因果論 也是因跟果 今世的再一支受報這樣子 這個對我真的很受用 心轉念轉靜就轉 林立青從抱怨不甘心到歡喜承受一切 不過即使過去夫妻吵吵鬧鬧 也曾未影響林立青對公公的細微關懷 和體貼孝順 對老人家我真的很歡喜地為他做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福報 為公公做的每件事 林立青心甘情願 而且做得非常歡喜 認為這是自己的福報 先生同名吉 以前認為這些是太太身為媳婦該做的本分事 直到前年父親生病 被太太無為不治地照顧 深深感動 慢慢地也承擔起照顧父親的責任 師姐是不是對他比較密切 比較貼心 為什麼 什麼好的東西一定要留給爸爸吃 我還吃不到 通名吉 我稍後做反駁 可能我回來 你稍稍傳一下 回來我再來炒就好 好 這個膝蓋起來 師姐在家的話都是師姐在煮 他出去吃勤務 那爸爸在家的話 簡單的話 就弄給爸爸吃 在林立青的努力下 同名吉走進了慈濟 現在的他不僅及時行效 更毅然將幾十年來的煙 酒 賭博等惡息 一下子全戒掉 除此之外 同名吉也擔任起攝影志工 扛著攝影機 到處為慈濟志工 留下珍貴影像 把握因緣 及時行善 這部機器跟我十幾年 所以我對這部機器很有感情 它陪著我成長 也陪著我走過一些歲月 像四川五一號大地震 還有四川的那個西萬工程 還有像在大陸的東令花旺 所以對我家師姐的 這方面的話 我也真的是很要感謝她 因為她也知道說 這個攝影是我的 我從小的興趣 我的志願 她也是為了讓我有得到 完成這個志願 一直的來培養我 真的謝謝 謝謝她了 辛苦她了 缺腳杯子 視為緣 林立青 以善解的心 包容同名吉 曾經有過的種種不完美 重新修復夫妻感情 也找回家庭的和樂與圓滿 家家和樂皆幸福 其實啊 幸福離我們很近 只是我們忘了靠近 以前這一家人也是如此 先說你的部分 回想起來 以前年輕的時候 可能比較忙 比較忙 我先講一下師兄的 這個過去的工作 你就怕一條了 他其實還沒有當兵之前 就在電視台 那時候也只有三台 就在台視當這個節目的伴舞 那當兵的時候在義工隊 那退伍之後 當然還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也曾經在高雄的藍寶石 當成舞團的編舞 後來還自主舞劇團 你知道說這行很吃得開 所以你交友廣闊 對於這個燈光各方面 形形色色 我都還有一點小小的研究 有點研究 是不是也因為這樣子 一時迷失了 在還沒有認識他之前 就已經跟人家有了關係 有了小孩 對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連造輕狂 不懂事 不懂事 OK 那時候你也覺得 看起來就是 你也一表人才 看起來也故意故意 不然不說 我已經跟別人有小孩 你也不知道 他看起來很老實 這就是你心目中 心目中想要的對象 對不對 對啊對啊 所以當你自己的好生 女兒子都出事 後來他突然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在外面已經跟人生一下 你那時候想怎麼樣 那時候真的是晴天霹靂 那也是覺得說 既然是回到這種事情 要怎麼處理 那就看他如何處理 我沒意見 一般的人可能說 我抱我看看 那樣子 孩子帶的 我們離離的 我自己回去後頭好了 但是你沒有選擇這條路 沒有 那時候我就是想到孩子 我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我就想說 孩子如果大人的 人來探聽親切的 一個單親的家庭 對孩子 那個感受很不好 我是要給他留一個完整的家庭 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你 隱忍 忍 家務事 不要外揚 你出外賣來沒關係 我眼不見為淨 對嗎 已經放棄了 放棄了 對 放棄他這個人 所以你也是軟頭沾滾 肆無忌憚 反正他對我也這麼放心 那我就想辦法 在外面闖出一番天地 想好 我會當光宗耀祖 回鄉倒回來 讓你這樣 感覺說 我還是有路用 怎樣就時運不計 各方面都不順利 甚至借錢 用信用卡投資 其實你還是想要製造一些 成功的機會 對 但是就一直 我們說我該領的 該領的 該領的 但是你該好領的 你剛才就先提醒 這兩位 我們的美惠師姐 其實燈地青師姐 以前是工廠的同事 一個做作業員 一個做企業 所以說他對金錢 最方便一定比你更了解 當孫子在外面又撞空 稍等一天我們一天來 而且循環利息 二十幾趟 嚇倒人 你拿到這個東西 你告訴他 這是要如何 是好啊 那個時候你已經接觸 詩劑了 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你一定要想要救馬他的苦嗎 你當時第一步怎麼做 其實師姐遇到這樣困難 看他面容非常的煩惱 其實我也有問自身的師姐 那師姐就建議我說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他來募款做慈濟 然後可以跳脫那個煩惱的環境 對 所以就鼓勵他能夠開始募款 然後那時候我也剛好慢慢地在培訓 那就帶著他一起去慢慢地了解一些道理 一人吃兩人補 對 反正你上這個課 他就跟你去上課 聽說有一堆阿嬤的故事 讓你想說 我們這樣的問題還蠻小的 是不是 沒有錯 那就是由貴藝師姐跟林靜成師兄的故事 那時候是聽到他們在分享 因為他們是做大生意的 所以 所以說那貴藝師師姐如果出國一次回來 不是幾百萬的債務 就是上千萬的債務 讓他來人家想買 所以說我看到這個部分 我就想我們只是 知道他們說是小小的一個數目而已 但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是一個作業員 要存到這樣的一個數目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數目很大 如果跟這個比起來 我們是其為一個小數而已 小零頭而已 對 人家做生意 事業 一來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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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萬的一來一來 所以人家跑車幾個台 幾百萬幾千萬的車很多 他會輸一枚 幾百萬幾千萬 比到生兄在外面五十萬多少 其實算小小的零頭 所以你就開始轉念 轉念 轉念啊 可能過去我跟他接著眼 沒錯 我就懷疑行 打八戒 不然自己是千萬五十萬 都打不完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 沒關係 這四人 我要盡量 要說是來害坐 沒關係 我常常跟師兄說 頭剛好就好 不過後四人換你 欠我 我不要這樣 好 我看母雞笑得好開懷 因為他真的是把師兄後來也鍍進來 總是要藉製造機會 怎麼製造機會 影片完之後我們繼續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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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麼好的油涼 才能做 怎麼做都沒問題 現在看到林立青爬上爬下 身手靈活的擦拭玻璃窗 很難想像 兩千零五年時 他曾因椎肩盤劇烈疼痛 緊急到花蓮慈濟醫院求診動手術 差不多十年前也是開這間盤 當下我就有向佛菩薩許願說 等我如果手術能夠順利的話 我要回到社區每間菩薩招生 用心去帶我們社區的一些菩薩出來 我們每個組員 時間上個性不同 可是他都很有耐心 當說請你承擔什麼功的時候 被拒絕或者時間不允許的時候 他都會不動聲色 盡量想辦法來圓滿這件事情 嬌小的林立青 擦不到最高一層玻璃窗時 他就拿伸縮刷或請人合力幫忙 只要他想做的事情 就會想盡辦法全力以赴 就像當初 為了想讓更多的人了解慈濟 他努力推動成立巴黎環保教育站 如果有一個環保站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推動人間菩薩大招生 所以那時候也剛好是過年的一個期間 我姐夫她有從大陸回來 我就跟她商量 看她能不能夠把她的土地挪二十幾坪 讓我們做一個環保站 她一口就答應 才會有今天這一個環保站出來 感恩喔 我跟我來倒塌了 你要換大招嗎 給我拿一個大招來做 環保教育站的順利啟用 成功凝聚社區裡的民眾一起投入 大家在這裡交換做環保的撇步 也在說說笑笑中 分享生命中的煩惱與喜樂 讓林立青覺得一切努力都值得 其實我最感恩的就是師兄師姐 我們這個環保站要形成的時候 我們不向外募款 所以我們的師姐師兄就是集資 連我們的環保車也是這樣來的 因為我們一起去 比別人還說很久不久 只有八十歲還在做 大家開心 大家來就這麼多人 大家就這樣以後就過一步了 很清晰的 這邊很照顧 這邊比較老一點的 都很照顧這樣 濃厚的人情味 讓許多人一來巴黎環保站 就捨不得離開 越坐越歡喜 一坐就坐七八年 而林立青經常讚嘆 關懷每位心情志工 也讓這裡像家一樣溫馨 這是我們活動的環保圈 你今天坐幾座啊 我知道他來 怎麼會坐 我待會兒來 你怎麼知道 今天已經清潮在等你 願人心進化社會 天下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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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也一起來祈禱 那麗婆爾這次這個災難 能夠減輕 奧彌陀佛 2005年開刀後的那一念感恩心 讓林立青不斷努力 勇於突破自己 然後他又將自己提升的能力 用來為社區做更多服務 回饋人群 成為良善而美好的循環 真的要實時發大心立大願 然後就能夠處處能實現願望 你看你躺在民生上發心立願 要菩薩大招生 感恩你的智慧 感恩你二姐夫的成就 現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環保教育戰 大家都可以來做大愛台的老闆 對吧 也跟我們美慧師姐 當然要先瞭解一下 那師兄其實他對拍照攝影 是有點嚮往的 所以那個蔡敏全師兄 剛好那個姻緣就 後來有接引他 慢慢的成為我們的錄影事工 蔡敏全師兄 應該是你生命中另一個貴人 是的 為什麼他做什麼樣的動作 做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這麼感動 因為蔡敏全的話 我第一次見到他 他這個人就很莊銀很和諱 而且他為了成就我 所以就陪我到台北峰會 那時候去學攝影 你住百里 對 要過關渡大橋 還要一路到台北峰會 那最感動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對老師還要繳一點那個小小的車碼費 可是一學級是一千塊 我報名的話要繳一千塊 蔡敏全師兄 未來陪我去報名 他也要繳一千塊錢的學費 我就把蔡敏全當作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成就我現在的攝影這方面的成就 對 所以你為了要一次煮一個 要來用錄影機 照相機 紀錄人間的增散枚 你總是要將那些拍攝板改掉 對 改分改酒 當然賣的東西都騙不騙掉 對 我那時候也是下定了很大的決心 以前我抽菸是一天抽兩包的 這樣喔 那久什麼毒我都會的 那我未來要進來慈激的話 那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以內 把這些惡喜都借掉了 抱歉 當時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都還不想 那不可能 有啊 二三十年怎麼可能 你會不會騙人啊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家裡的煙灰缸 都丟掉了 我不會說像人家說 說我少抽一點 沒有 我就借了 我就全部都借清楚了這樣 未來進來慈激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下了很大的決心 而且聽說你有偏頭痛 對 有時候隔天要出勤務的時候 晚上還會先去吃藥打針 因為怕說馬在頭 如果站起來 我沒辦法來錄影拍照 因為我也是新人 那時候我還想說多寫一點東西 所以就比較勇於承擔這樣 很好 所以後來你有機會 不管是自921希望工程之後 我們去學校 還是這個巴巴風在之後 我們去南部拼手 或是說大陸四川震災 你都有去記錄 包含東令發放 我們在大陸做東令發放 你都有做記錄到 對 這都是我感恩的 因為出國了 我們做幾天 自駕自費 你要自己親家 要自己傳牛草 要自己傳旅費 三四萬都在那樣的 買那些多少錢 一、二、十萬、三、四萬都在那裡 是 那時候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那個感恩我們蔡米全師兄 可以找到自己興趣 我想說 只要你一門深入 不要離開慈濟 怎麼樣我都願意 我也彎曲你的需要這樣子 你自己 就算搖頭也想辦法 擠出盤產讓他去 就對了 沒錯 我就說 只要你如果 國國的贈災 有需要你的話 不管一、兩次 你自己幫忙 不要緊 來來 母親啊 你們這個小孩 真的不簡單 為了成就他家師兄 可以犧牲自己 而他為了成就持續的大志業 當他承擔核器長的時候 聽說他把公司辭掉了 是 其實那時候 他為了要一個姻緣接下核器長的時候 真的也是勇於承擔 那但是要承擔這麼大的一個責任 其實真的要放下一些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放下工作 然後專心地做慈濟 專心地做慈濟 對 真的是以身作則 然後帶動大家 好 說實在 人在做廳你看 最跟他們最親密 就是家裡的兒子女兒 他們如何看待爸爸媽媽的改變 來 請看 爸爸 其實你進入慈濟之後 你其實改變了也很多 那你讓我看到你 其實你是一個非常 也是非常有毅力的人 你從抽菸到不抽菸 然後還有喝酒不喝酒 其實讓我非常的佩服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堅持在這菩薩道上 繼續的努力 不要退縮 你其實你辦得到 而且你有很好的才能 然後還有很好的資質 你一定要把握當下努力去做這樣子 我要祝福我的媽媽就是 你進入慈濟之後 其實你改變了很多 不管是在你的臉上的笑容變多了 還有你很多做事 你都變得很有自信 很多事情 你都做得很好 那我希望你能夠保持 這份自信的感覺 一直做下去 不要被打倒 加油 有道理啦 過去媽媽可能家醜不敢外揚 總是會有一點小小的自卑 但是現在開城布公 有什麼東西 攤在陽光下 因為師兄願意懺悔 願意改過 難怪就得清淨了 所以你現在已經成為 一朵清淨無染的蓮花 給你感恩 謝謝 而且要謝謝我家師傑你的成就 感恩你 感恩感恩 真的現在反而我要感恩他 因為他進入慈祭以後 讓我心無寡愛的勇往直前的 往我的菩薩道前進這樣子 我不在的時候 都是由他來照顧公公 讓我真的是很放心的 三天五天都沒問題 我出遠門家裡有他照顧著 所以感恩 希望慈祭讓這個巴黎亮起來 更多的人一起來做慈祭 對嗎 感恩順利人說實在 新鮮打鼓有時候做 腳步大做這些人沒有 但是他男子和大丈夫 他願意講出來 讓大家知道 不要跟我一樣 腳步大做的 趕快回頭 因為家裡還有可愛的太太在等待 還有七小在盼望 對 阿三里 希望大家不要給你賣的 給你好的 真正勇猛 祝你身體健康 做很多都可以更做更順利 好不好 感恩三的人 祝福大家 感恩 平安健康